梁榮仔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2016年澳門博彩業將會繼續處於調整期 涉及博彩業的犯罪案件將可能會繼續增加 犯罪類型亦會進一步國際化 將會為保安當局帶來各式各樣的執行工作困難和挑戰 面對市民對政府施政及執法的透明度和效率要求越來越高 除打擊嚴重及暴力罪案外 警方在日常執行職務及處理警民關係方面 例如打擊黑工、的士拒載、非法旅館、禁止吸煙、環境噪音、家庭暴力、保護動物、燃料安全監察、公共地方總規章等等 直接面對市民 而懲教處職員日常工作也面對犯人的壓戒、探訪、防範為禁品、自殘身體或暴力對抗等行為 現今社會資訊發展新齡合迅速 保安部隊前線工作人員每次要處理案件情況時 很可能工作期間已經有市民將這件案件過程放上電子系統方面進行討論 這樣給予保安部隊前線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非常大 特區政府可有借助先進的設備及技術 以保障保安部隊前線工作人員的支援 加強執法的能力 於保安部隊前線工作人員於特定事件發生時 使用隨身攝錄機 隨身攝錄機會在公開及具有透明的方式情況下使用 透過隨身攝錄獲得的有效錄像 可謂日後的調查、檢控或被市民投訴等提供有效的資料 但這方面也要採取步驟以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 多謝主席